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它其实是用狂潮的笔法去写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前面 我们好像还是可以看到它的字 它上面是写说 怀素加长沙 然后又是佛 金蝉之霞 佛号比汉 就是说它其实呢 它是一个僧人 然后呢它呢就是 幼年的时候呢 就喜欢这个学佛 然后之后呢 它其实它是一致不断的在淋血 所以对于乡里的人来讲呢 它其实名气蛮大的 国庄四位市区新媒体的藝術店 国庄条 台中文庄风口油 现在开始到九个三十号围绩 在台中文化創意三样风口 国座电影馆电出 除了有国庄四位新媒体的作品以外 那还有神油幻境和字数新进 两款虚拟实际VR增提的提案 让民众透过虚拟实际 驾入专门府围绕的世界 提案当地工厕技术上传的境界 透过我们目前有更多的数位化 或者新的一些媒体科技 我们蛮期待透过这样一个机会 做新的一个表现 让我们文物的这一些传播 知识的传播 或者这一些文物的体验 有新的体验 然后也更宽广 或者说更广的一个推广 互动室这种VR 我想对我们的艺术教育 尤其是我想的推广很有帮助 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大台中 我们的市民 爸爸妈妈带孩子 这会来看 这是故宫的国宝 但是用很生动的方式 新的媒体的方式来典显 大家来这边 我相信会看到很多 你要去台北过去看这里有的 而且在这里有那种生意其境 真的跟一些技术品 可以它的景象 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去体验 这次的电影 以董、送、元、明、清 是我们的金面贯穿 配合QRQ扫描 在这里有任何国庆兴的地式充计 但不免费开放参观 现场散任的问题 有设备摆机 刮风旺座 当时显示最新的惊慌的情形 让民众可以透过旺座 接下立定的时间 欢迎民众 投家利用 提案在我们的 虚拟实境 业文享演 工业贫折抗疫人 台中彩虹报道